夏天,空调是很多家庭必备的解暑神器,用了空调这么久,你注意到了遥控器上的厨师两个字了吗? 今天,我们就来说一下,家里有空调的人,都应该知道的是, 一,进屋后别着急开空调,应该到身体温度恢复到正常后,尤其是大热天,在外边血管是扩张的,进屋就开空调,温度骤降, 舒张的血管会猛然变成收缩状态,会导致血压一下子升高 二,先开空调后关窗,室内降温通风时,应该先开空调后关窗,等刚开空调时,空调里面的污染物释放以后再关闭门窗 三,空调开26度最合适,温度舒服且不易患病,同时又保证室内外温差不会太大,避免感冒出现 四,扑梁洗时少开空调,患有颈椎病,肩周炎,关节炎的人,在室内温度低的时候睡梁洗,可能会导致旧病复发 肠胃不适,所以在扑梁洗睡觉时,最好少开空调 五,夏天空调一颗月洗一次,毕竟长久不清洗里面有很多病菌和满虫,一旦被吸入,将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呼吸道感染,还可能导致空调背 六,三小时就要开窗通风,不然的话室内空气就可能不新鲜,六小时内不患空气,空气就严重污染 污染的程度可能会温害健康,如出现试睡,反应力迟钝等 总结,专家表示,室内外二差最好在五度到六度之间,若差距过大,则会给人的身体带来弱大负担 因此,厨师模式相对于智冷模式健康许多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